9月6日,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开幕,此次论坛的主题是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,聚焦中美经贸关系,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,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哲,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卡洛斯·古铁雷斯,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黎伟等出席并致辞。 宁吉哲在研讨会上指出,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,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,贸易保护主义盛行,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依然较为突出,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,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,只会越开越大。 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70年来中国经济结构明显优化,创新能力大幅提高,对外开放深入拓展,人民生活显著改善,同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,近些年来已经居于第一位。 下一步,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,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,以开放出改革出发展,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。 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卡洛斯·古铁雷斯指出,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投资目的地之一,中国对全球投资流动的贡献也越来越大, 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,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19%,全球投资者的信息正在降低。 他认为,两国官员应多交流对话,创造一个更可预测的投资环境,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。 我们必须用两个政府平均回到某些交流对话,互相当快速是能够。 最终的交流还是更加开放,可以只能够是出品的一个开始, 这样的同时,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。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指出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各个国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利益差异和观点分析很正常 关键是要加强对话 协商 交流 互建 今天的世界经济早已进入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一体化时代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 只会不断生化 中国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决心和行动 必将有利于营造稳定的可预期的全球经贸环境 本次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于9月6日至7日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 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 邀请了众多中外企业家知名学者参加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